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28号晚间的百革大事迹 今天各大媒体的焦点都锁定在内阁改组 首相纳吉今天宣布新的内阁名单中 共有7名新任部长和9名副部长 其中阿莫扎西将出任副首相并且兼任内政部长一职 而除了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慕尤丁被除名以外 其他被撤换的部长包括乡村发展部部长沙菲易阿达 贸销部长哈山玛丽 科医部长伊温伊宾 及环境部长巴拉尼威 另外马华也大有斩获 除了总秘书黄家全出任第二贸工部长 马清团长张胜文也被委任教育部副部长 至于早前被看好会扶正路阁成为部长的 副财长阿莫马斯兰并没有入阁 而是担任副贸工部长的职位 纳吉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指出 做出这样的变动是基于行政和政治考量 以确保专注于国家建设 他表示自己能够接受批评 但却认为即使内阁成员有不同的意见 也不应该在公开场合说出 因为这会影响政府和国家的形象 也与集体负责的理念背道而驰 至于新任副首相阿莫扎西事后表示 这是上昌给予他的恩赐 他从政以来从来没有想过会被纳吉受为任何的职位 而在新内阁名单中被除名的慕尤丁则发文告指出 会尊重纳吉的决定和感谢纳吉 并且强调会继续效忠巫统 来看下一则新闻 因一马发展公司丑闻 第四位遭到扣查的乌易拿督级董事经理 今天获准以10万令吉保外 另外根据全国总警长卡利·阿布巴卡透露 警方或将考虑引用法律互助条例 向泰国警方寻求会见及盘问 培特沙地公司前职员塞维尔 而警方原定今天再度传照 连续媒体集团主席同贵旺 和首席执行员何启达录取口供 但却因为同未旺母亲昨天去世 因此警方决定展言 至于大马富豪刘特佐的下落 新任副内长兼工账会主席诺加兹兰表示 至今仍然无法确定刘特佐的下落 因此传照信函也寄不出 来看最后则新闻 负责调查一马公司的特工队成员之一 那就是总检察长换人了 政府首席秘书阿里寒沙今天宣布 原任总检察长阿都干尼 因为健康理由卸下职务 并由前联邦法院法官 穆罕默阿班迪接任 从27号开始生效 至于距离退休不到三个月 却被当局宣布卸下总检察长一职 阿都干尼被记者询问时 他的回应是 我不知道有关的决定 然后拒绝针对此事发表更多的评论 今天的大事记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看